文化局美术馆举办展览 不过传出馆内千道布被写上了不雅字眼 就连艺术家王鼎之的作品都被人涂鸦 价值六万三的字画遭到破坏 文化局16号发现之后立刻报案 事件曝光之后 隔天下午就有家长带着小男童到派出所自首 花莲县文化局美术馆墙上一幅幅有美的字画 全是艺术家呕心力写的珍贵作品 但是仔细一看 画作右下角竟然被人多画了好几笔 字画变成鬼画符 这幅出自艺术家王鼎之之首的作品 价值六万三千元 如今既然遭到破坏 气得文化局立刻报警抓人 那他对于这一次的事件 他觉得说他想要告诉大家 每一件作品都非常珍贵 除了作品遭到涂鸦 连门口的签道表也被人写上不雅字眼 夸张行径让艺术工作者们看了直摇头 接触这个艺文界来那么多年 好像没有碰过这种事情 作者的身份来讲 看到还是会很难过 因为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心疼 那如果小孩子做的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小孩子批评一顿 花莲县文化局美术馆 每年都提供超过二十个 在地优质艺文创作者 及团体办理展览 十五号却传出展出作品 遭人恶意破坏 刑事鉴定人员获报 立刻到场鉴定 不过报警隔天 立刻就有民众带着儿子 到派出所自首 表示涂鸦是自家小孩所为 艺术家和男童家长 也已经展开和解讨论 记者陈静也华联报道